党的十八大以来,各地紧紧围绕建设平安中国目标,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子,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,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。 不久前,呼和浩特市警方突然侦测到市区内有伪基站活动的信号,合成作战指挥中心立即调集一支专业小组前去追查。 十几分钟后,在指挥中心的情报指引下,警方将正躲在车内发送诈骗短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,快速反映精确打击,这来自于工作机制的创新。 从今年起,内蒙古、上海、广东等地专门建立了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、公安联手银行电信等部门,形成打击合力,取得明显效果。 山东德州的居民小区里,经常发生电动自行车被盗案,一度成为治安难题。 警方研发出了智能防范综合服务平台,为当地的22.7万辆电动自行车免费安装电子防盗标签。 车辆的行驶轨迹实时监控,被盗案件的发案率由此同比下降了53%,如今在很多地方,用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安防已成为大趋势。